大家好 歡迎來到PCM Gadget Live 今天來到我們第32集 昨天也預告過 今天的Gadget Live 我們想講講Sony耳機的新玩法 其實這個玩法不一定是Sony耳機 所以今天的節目想講講給大家聽 這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Sony今年年初在CES上發佈一個叫做 360 Retired Audio 的功能 這個功能其實就是給大家用耳機聽歌的時候 可以做到一個比較豐富包圍感的效果 當然它不是像我們在戲院看電影的時候 一個360度或者一個環繞性的感覺 但是它就變相了 是可以將一個歌曲 譬如它的樂器 和人聲就可以分離 令到它各自有它們獨特的定位 你可以透過耳機上面聽到 在今年CES開啟了這個服務之後 其實在今年的9月 在德國的EVA展覽上面 Sony都是有示範過這個功能 如果大家當時有去過 或者大家有看到我當時在EVA的報道的時候 都有講過這個360 Retired Audio 這個功能 還有當時我們都示範過給大家聽 只不過就是 其實什麼時候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機上玩到呢 正正就是在剛剛的前兩天 在這個10月28號 Sony就正式出了這個360 Retired Audio的功能 如何玩呢 今天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這個360 Retired Audio 其實就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在錄音和製作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是用自己的歌 譬如你手機有很多自己 VIP了一個歌 或者自己的文件 其實就用不到這個功能 如果你要用到360 Retired Audio 其實首先你就要去付錢 去加入一些要支援這個功能的音樂串流的服務 現在香港用到的就是Title Title其實在10月28號 都有一個更新的apps 更新完之後 就多了這個功能 去給大家用的 如果你想用這個功能 首先Title 你要加入Hifi的計劃 就是最貴的計劃 就是98元的計劃 第二件事就是 在Title的設定裏面 就是有這個360 Retired Audio 的一個開關 大家可以看看 我給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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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轉了 看看 你那個是不更新的 我先趕緊 如果你是有 加入了這個 如果你是有加入了Title的apps 你去回 好 大家看到有一個畫面 你去到上面的設定 你可以檢查一下 你自己的設定 是否正確 看看 上面設定 其實你就會看到 有360 Retired Audio 這個選項 你進去的時候 看看開 還是不開 如果你說耳機支援 其實你可以選擇 開了去 開了去來說 不是所有的歌 都可以變成360 而是一些 經過360 Retired Audio 處理過的歌 才可以聽到這個效果 暫時來說 譬如我們直接在 這個 這個 Title上面搜尋 搜尋 360 Retired Audio 其實就有幾個 幾個 不同的 他們的 專輯 會 存起了這類歌 給大家 去聽 的 那麼 SONY他們那邊 表示 去到今年的 年尾 時分 大概在 Title上面 就應該可以有 一千隻歌 支援 這個 360 Retired Audio 這個 就是耳機上面 可以做到 那麼 手機上面 可以做到 那怎樣去配合耳機呢 基本上 這個服務 任何的耳機都可以 不一定要配合 SONY耳機 只要你用回你自己 無論有線好 無線好 無線的耳機都好 都可以 就這樣 聽到 效果 那為什麼我說 要配合SONY做呢 因為 如果你配合SONY做的時候 在那個 包圍感的設定上面 我可以等一會就示範 給你看 在SONY耳機上面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 我們除了在 剛才那個 Title的App 上面 可以做到這個 設定之外 那如果 你在用SONY耳機 那 應該都會有一個 SONY耳機的 耳機的 Apps 那這個耳機 你應該 如果有用過SONY耳機 就不會太陌生的 那 基本上 你可以 如果你是用一個 SONY的無線耳機 舉例是WF-1000XM3 基本上 你就一定會安裝這個 Apps 那 我們先戴耳機 先 那 我們看到 如果我戴了一個 WF-1000XM3的耳機的時候 那 我們就會看到 它在下面 就會有一個 360 WF-1000XM3的設定 那 這個設定 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其實 最主要是 幫你 去 量度你的耳型 其實 上次我們在 德國EVA的時候 我那次的影片 都做了一個 示範給大家聽 其實 它要用手機的 前置鏡頭 去幫你量度 你那個耳朵位 量度完 耳朵位之後 它就會計算 你的耳型 和你用的是 一個什麼耳機 做回一個 一個耳型的數據 去輸出 去TITELS的APP 去到那個APP 之後 它們就會 混合了那個 Data Base 就會做回一個 再好一點的 環繞性的效果 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示範一次 如何去量度 那個耳型 那 在那個360 VTID Audio 設定裡面 其實它主要有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 就是 分析耳朵的形狀 第二個項目 就是 優化應用程式 首先 我們來講 就要做一次 分析耳朵的形狀 你會見到這個畫面 就叫做分析耳朵形狀 去到這裡的時候 然後呢 其實你就要 首先要除掉你的耳機 第二樣東西 就是 你要開始拿起你的電話 所以 同事幫我去主攝錄 因為我要拿開你的電話 是有這個畫面 那下一步怎樣做呢 下一步呢 他就會有一個指示給你的 就叫你跟著他的要求 去拍兩張照 那兩張照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第一張呢 將你的頭部放在礦內 那他會有語音 和文字 去教你怎樣做 那第一步呢 就是想拍你左耳 所以他會要求 你對著鏡頭 跟著呢 將那個頭部 向右移 向右移 45度 現在我試一試 請不要移動智慧型手機 拍攝的照片 好了 他就拍了我的左耳 再做多一次 就拍右耳 好 好 都不用了 我拍回這裏就可以了 那就是很簡單 就是你拍了兩張 左耳和右耳兩張照片 那兩張照片呢 就會在APP上面 你會見到的 那當然我們在拍的時候呢 我有一點點心得 就是說 剛才你會見到 譬如我拍的時候呢 那隻手呢 手肘呢 是放在一張桌上面的 這樣拍的時候呢 就相對會比較定一點 那你很容易就拍到這一張照 如果你是 凌空手持 其實有一點點震 那張照片是 它是不會自動幫你拍的 又或者是你要定得很緊要 它才會自動幫你拍的 但如果你說 我手肘是放在桌上 定一定的時候來拍的 那很快它就會和你拍一兩張照片 拍了這兩張照片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和你做一個計算 你可以按這個開始 那這個開始呢 大概呢 是30秒左右 好 好 歪了 是嗎? 分析完你的語言之後 他就會告訴你 完成了 完成了之後 下一步做什麼呢? 就是做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 問你用什麼的APP去優化 其實輕了 對 用什麼去優化 那你用回 因為香港現在我們用到的 其實就是兩個串流的服務 一個就是Title 一個就是Nuts.net 但是Nuts.net在香港 就不算太過流行的 所以我們主要都是用回Title 如果你選擇了之後 按下面 下面的一個按鈕 就是啟動優化 他自己就會把優化之後的數值 就會傳輸到Title的APP 好了 完成了整個計算的模式 你會看到 其實雖然畫面碰到 你會看到 他修改了的裝置 就是WF-1000XM3 如果你說我換耳機的時候 最好都做一次 你不需要每次量度一次 但是 如果你說我換了耳機 而耳機的數值 已經在手機裡面存起來了 你就要做這個步驟二 就是將那個耳機的數值 傳輸一次過去Title這邊 它就會optimize 你現在用的耳機 完成整個設定 今天想說一件事 因為剛才我們說 要用Sony這個APP去做 這個APP 其實都有一些挺有趣的位置 可以讓大家偷偷雞 即是說 我不是用Sony耳機 我可不可以照度這個聲音 當然以下的示範 不是100%正確或數值是對的 但大家都可以用來試試 讓我先出去 如果我的WF1000XM3 我先離線 其實你會看到 這個APP裡面 可以切換到另外一些裝置 切換另外一些裝置 你就可以加上自己的耳機 當然在現在 因為這個APP是Sony的 如果它要加裝置的時候 有兩個方法 第一方法就是 你無線耳機 就是在這裡 來做一個配搭 但是在這個配搭 基本上 它只會認回Sony 支援這個 Sony headphone 這個APP的 藍牙耳機 才可以用到 如果你不是支援這個APP的耳機 又或者是其他牌子的耳機 你在這裡 藍牙 你是掃不到的 我們就可以直接跳去下一頁 跳去下一頁的時候 他們就有幾個選擇 例如你用NFC 藍牙 而第三個 我想說一說 就是從清單去設定你的有線耳機 這個部分 因為有線耳機 它是沒有藍牙裝置 它是不會自己認到你是什麼型號 所以你用人手去進入 究竟你是一個什麼型號 在這個列列裡面 當然它全部都是Sony自己的耳機 但是你會看到 它無論是高階的大耳油 監聽器 甚至乎去到下面一些入耳式的耳機 都可以在這裡選擇 我們試過 其實你可以選擇一個 和你現在用耳機 接近規格的耳機 例如你是一個比較高階的 一個大耳油 你可以選擇 例如Z7 或者Z7M2 1A 這一類的大耳油耳機設定 如果我是用耳塞型的 你可以選擇 究竟你是大概哪個級數的耳塞型 因為這裡其實也有 價錢幾不同的耳塞型 例如Z1R 這個是Stature系列 其實都一萬多元 是比較高階的 另外也可以選擇一些便宜 你選擇自己接近 或者可能你已經有些型號 原來你自己擁有的 你可以在這裡選擇 你耳機的型號 你選擇之後 例如我現在 其實之前大家都見過 我們是有這個 在日本訂了一個MST 然後MST 都是在這個名單裡 我可以在這裡選擇 選擇完之後 其實就會再做一次 好像我們剛才的那種動作 因為你選擇耳型的動作 你已經做了 你是不需要再做一次 你只需要將你選擇這個型號之後 將這個耳機型號的數據 傳送到Title的Apps那裡 就完成了更換耳機的功能 如果你是用其他牌子的耳機 你可以用我剛才的這個方法 去騙它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騙呢 因為其實最主要 我們要做度耳型的動作 而度耳型的動作 是靠Sony headphone App去做的 所以來說 我建議大家可以用Sony headphone App 量度一次的耳型 等到數據去到Title App 那你出來的 360度耳機的耳機效果 就會更加出 昨天試過 例如一些不是Sony耳機 有線耳機 甚至AirPods Pro AirPods Pro都可以用到 只要你剛才做一次 例如我選擇一個 耳塞型耳機 我去做一個耳機 就會做到 那你說是否完全和Sony耳機一樣 或者效果完全百分之百一樣 是有少許分別的 因為最主要就是 不同耳機的輸出音量 音壓有少許不同 變成效果會有少許不同 但大致來說 耳機耳機後 360的包圍感音效 是會闊一點和深一點的 好了 講講其實聽了這個歌之後 究竟有甚麼分別 因為版權問題 我很難可以現在播給大家聽 但如果你聽過那個歌 最主要有個分別就是 那個樂器 其實過往我們聽兩聲道 很多時候你都會聽到音響 那個樂器的聲音在左邊 右邊 最多就是做到左右的一些移動 但是如果在360裡面 我們除了聽左右之外 其實你會多了一個深度 可能你會感覺到 原來有些樂器是放在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有些樂器在你近一點的地方 甚至乎在你近的地方 你會聽到究竟在近的時候 在你的上面 中間 還是下面 你會聽到這些 這樣的定位的位置 如果在一些樂器比較多的音樂裡面 其實你就會比較容易分清楚 不同的樂器在哪一個位置 而過往立體聲的時候 很多時候的樂器都在左右 而左右裡面就在一堆 這個聽法其實就感覺到 其實我好像入了一間 一個比較高級的Hifi房 你用一個比較漂亮的Hifi喇叭 其實就會聽到類似 不同的樂器 他們的定位 他們的深度 過去在耳機來說 是比較難聽到的 但是現在這樣做法 就比較容易聽到這個樂器的定位 我自己覺得來說 當然暫時歌來說 就不算很多 但是如果你說遲些多些歌 或者有些歌 真的比較強調一些樂器定位 例如一些交響樂 或者一些音樂的表現 我覺得這個360 VRT Audio 是比較有用的 而且手機耳機好 那個兼用的範圍 其實相對比較大 首先就是Android iPhone 都可以用到 第二件事 其實耳機方面 剛才我的示範 就是大部分的耳機 你都可以用得到 只不過就是Sony耳機 可能在App的支援上面 就比較多一些 有朋友說 Spotify有沒有 暫時公佈的資料 Spotify 就未在這個項目裡面 有些什麼呢 Title Amazon Music HD Disa 都會有 Disa 在香港都會有些人用 Amazon 就比較少一些 但是Spotify 或者我們香港 比較多人用的Move 暫時就沒有在這個支援上面 因為始終支援的音樂 或者支援的這些串流公司 很多時候都是美國Bass 即是美國那邊公司 而閒線的歌 我們看到很多歌 其實暫時是Sony Music 那邊的製作為主 所以始終都是由Sony 去做一個主導的作用 Spotify就沒有的 希望 我也希望一些比較 本地化的音樂 比較多的音樂 就會比較好 但是暫時就不太多 好 示範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問題 或者之後 你想玩而遇到一些問題 其實都可以之後 在我們這個影片下面的Feed 你留言給我們 我看到的話 我都會回答大家 今天的示範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可以 拿你的手機出來試試玩一下 好 星期一 我們都有遇過 星期一都應該會加插一集 Gadget Live 應該是下午的時間 到時留意我們PCM Facebook的公佈 好 到這裡 拜拜